一波灰满血 人物亲自上场 宠物配合再次被扣 好成功击飞 用人物的这个多段攻击给击飞了 不 人物的爪子攻击给击飞了 非常厉害 这对王成人学生来说 他现在要思考一下 我到底要换哪只宠物 黑文一胡 这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一只老虎 非常漂亮 好 直接击飞 哇 再次将对方的宠物给击飞了 双方互怼了一波 但是由于这两个选手 都是追对着选手 所以打法上面更趋向于先把对方宠物磨干净 把对方不宠物磨干净之后 自然而然对方就不能对我构成任何伤害了 然后我自然就能赢 这就是追对着打法和白狼打法的本质区别 好的 那么现在下方是放了个分解戒 抵御对方的攻击 狂暴乱走 成功击杀对方宠物 王同学选手现在线路被动了 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说 这个为什么气回持的是一千的气呢 因为这个用的是南瓜汤 南瓜汤的话 在马利纳斯渔村的村长家门口 三个兔子那边 是可以直接用声望购买到的 声望消耗的也不多 一个放了水姐姐 一个放了风姐姐 双方都要降低对方的伤害 但是依旧被对方的狂暴乱走 那么这样拼下去的话 王同学选手的补给可能会跟不上 毕竟的话 一方我是用纯攻击在打 不消耗任何补给的 不消耗气的 一方是我不停的复活 不停的耗气 不停的回血 还是很伤的 因为总共这个实习大家都知道 只有15个背包格子 我还要放一些 比如说一些紧急应急的东西 然后还要放气 补充气瓶 气又不是不能重叠的 所以一场战争当中 你的每个人的续航能力是有限的 就算你拥有南瓜 谢谢大家